我国没有自己的国鸟有多尴尬 2001年北京举办了一场世界大运会 当时的开幕入场仪式就要求啊 各国都要用自己的国鸟图案 当做引导牌的背景 这一下可把咱们给整蒙了 我国当时压根就没有确定国鸟啊 咋办呢 哎 这时候有人说话了 我国不是有一种像凤凰的红腹锦机吗 快拿来救救场吧 于是啊 还在努力干贩的二级保护动物 老底坐穿鸟 红腹锦机就当场体验了一把 当中国国鸟的待遇 这次的代理国鸟事件呢 也给后来副锦机竞选国鸟的时候 带来了不小的人气 那么问题来了 红腹锦机竞选国鸟能获得胜益吗 我国现在的国鸟是什么呢 大伙长安点赞三秒 咱们来聊聊我国的国鸟之争 给大伙先泼个冷水啊 红腹锦机到现在都不是我国的国鸟 因为我国国鸟的竞选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可们就简单说几个人气较高的鸟吧 除了红腹锦机之外 还有朱环啊 丹顶鹤啊 以及 麻雀 哎不是吧 前面几个咱都能理解 为啥麻雀也能上榜呢 还真别说 麻雀确实每次都能在国鸟竞争的时候 占据一席 具体是什么原因吗 咱也不知道 顾问者是有人觉得 咱们中国的鸟那么多实在选不出来 不如直接摆赖 选个麻雀试试看吧 结果还真有一大堆人跟着起哄选麻雀的 说完麻雀再来说说朱环 朱环可没有麻雀那么好命啊 因为它差点就灭绝了 早些时候呢 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说朱环呢 是日本的国鸟 其实啊 这是不对的 日本的国鸟呢 是一种叫做绿质的鸟 而朱环呢 只不过是日本的皇室 喜欢把它当成他们御用的图案 顶多只能说朱环是日本的圣鸟 但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圣鸟 那可不太好啊 早年间 朱环喜欢到日本的水田里 找点泥铸和田螺 结果日本人当时就认定 朱环是偷东西的小偷 还把朱环列为了汗鸟 后来又在田间喷洒大量的农药 导致朱环大量死亡 于是在日本人的一顿骚操作下 2003年 日本最后一只朱环阿金宣布死亡 从此日本境内就再也没有朱环了 这时候啊 压力就来到了我国的身上 因为我国的学者刘印增 在陕西汉中发现7只朱环后 通过我国的专业保护和培养 直接把朱环从7只养到了7000只 日本人保护不了的鸟 我们保护成功了 只不过朱环没选上国鸟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太少了 2004年朱环就在国鸟的名单上 因为数量实在太少 都在担心朱环会不会直接灭绝 接着就是人气最高的国鸟选手 丹顶鹤 在一次国鸟的竞选投票中 参与投票的人呢 就有500万 结果这丹顶鹤就独占了300万 简直就是把其他选手 按在地上摩擦 再看这丹顶鹤的配色 简直就和隔壁那个国宝的配色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也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了 按道理说吧 丹顶鹤成为我国的国鸟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是吧 这时候有人发现了问题 这丹顶鹤的拉丁名字 grass japanesis 翻译过来啊 就是日本鹤 这一下就炸锅了 中国的国鸟 怎么能叫日本鹤呢 这吵来吵去啊 丹顶鹤 当我国国鸟的想法就不料了之了 所以到目前 我国还没有确定自己的国鸟 唯一最接近国鸟的 那就只剩下红腹锦基了 红腹锦基是我国特有的物种 只是说呀 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 有呢 也不是野生的 别看它的名字里面带了个鸟字 但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鸟类 可以起飞的那种 大伙看看红腹锦基飞起来 像不像咱们神话故事里 常常出现的凤凰呢 红腹锦基在我国还有这样一件事 说是2016年的时候啊 山西有一个叫郭存索的老大爷 爬山时啊 看到几只非常漂亮的野鸟 那身上红的黄的绿的蓝的黑的鹤的 六种颜色 他瞬间就觉得啊 这是神鸟啊 于是每天都准时准点 到那个地方投喂 结果这一位啊 直接引来了一大群的这种野鸟 直到林叶局去 他那一看 好假活啊 全都是老底座穿鸟 红腹锦基啊 这个大爷也因为保护红腹锦基有功 还得到了奖励 说到底呢 我国的国鸟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大伙觉得 什么鸟 可以当我国的国鸟呢 在这种野鸟里边有点药 就知道了吗 我去到那边有点药 然后我去到那边了